詞曲 李宗盛 cido Yam하기 蔡芬芳 李宗盛 李宗盛 喆子 菁蘭 喆子 好 那我是小火冒 因為我快要離開台中了 所以我趕快 那個上台來做一次開場主持的這樣 對 那 首先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這些星期五 雖然可能 火多人已經來了很多次了 但是這是我們的慣例 就是要介紹一下 因為還是有新朋友 那直覺星期虎是從法國開始的 那大概在1930年代的時候 那他們就是會在 就是一個教授 他會邀請他的朋友或是學生 然後就在他家下午的時候 那針對一些議題做一些討論 那這個慢慢的呢 就這個這樣的風氣就散過開來了 那就有我們府大的一位 徐清凱 這個 沈清凱 果然很NG 沈清凱教授 他也把這樣子的一個活動跟構想 就帶回台灣 那大概是在這年前開始 在台北 然後一個叫牧者咖啡的地方 那他們就開始這樣子的活動 那到現在呢 不只我們台中有 台中從這個一月的時候開始有這樣的活動 然後 呃 台南有 高雄也有 然後還有 雲林 還有這個花蓮 都有這樣子的活動 好 那 哲學星期五的話 它是一個 我們不收費的一個活動 所以呢 我們的費用呢 都是來自於就是民眾等等 這個義務的 就是熱心的圈住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貨款箱在這裡 好 那大家如果這個 口袋有零錢險中的話 你可以把它丟進去 這樣 依助我們 的活動進行 因為雖然來這邊分享的江澤 其實也都沒有收取這個費用 那 不過有些路途遙遠的這個江澤 我們還是會補配他 一些車馬費 所以還是需要一點運作的費用 好 那來哲學五的話 就要知道有一個 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開場之前 一定要先做自我介紹 好 那自我介紹的話 大概就是10秒鐘的時間 簡單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來自什麼地方 那今天為什麼會想要來到這裡 或者說呢 你有什麼議題 或是你有什麼活動 然後你想要借這個機會 跟在場的人 這個介紹啊 宣傳 你可以利用 散用這10分鐘 那如果10分鐘 大家好專心聽喔 對 好 10秒鐘 對 那 那個 如果你真的要大肆的去重換 那你就可以 看你們有沒有一群人一起來 然後把10秒鐘 集合成 這一個10分鐘 那就可以講很久了 好 那我們就從 這邊開始 好 我們現在這次從最邊 最邊疆的地方開始 因為每次他們都最晚 好 都等了很久了 好 躲在上面 我是職務職工的職員 我10秒鐘其實沒有這麼快 大家好 我也是 我是加油 然後我也是職務的職工 大家好 我是聖琪 然後我是這個 好辦空間的 負責人 他是大的老闆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總辦的實習店長 我是 蘊芳 那 呃 大家可以常來玩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季 謝謝 大家今天都太客氣了吧 呃 大家好 我是余錫 然後 如果你的安德塞 就不欣賞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軍人 我是歹叢人 謝謝 不行 這是怎樣 為什麼要來 這是怎麼講 我講 大家今天就這樣 你們不是都流行快速了嗎 還在流行快速 沒有 我們今天還好 人沒有 還沒有警報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行蹤 可以多介紹一點 大家好 我是亞群 他是等一下 不會那個電到大家 趕快傳進去 大家好 我是千芳 我今天第一次來 很高興 那 讓 那多認識 多講一點 多讓大家認識你 哦 為什麼會來啊 你從哪裡得到這個資訊的 哦 我從南投來 然後 我跟亞洲 跟軍人是大學 阿宇辰 是大學同學這樣 都來 都來大學 都來大學 對 然後就是 很高興 又許大家 好 那為什麼 這才第一次來 過去是 這好朋友都隱藏 這這麼好的消息嗎 因為我住比較遠嘛 對啊 可能沒辦法就是每個禮拜都參與這樣 不然就要下巴 立馬跳過來這樣 好 那我還是希望可以多多看到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看你想要往哪裡衝 大家好 我是宇俊 啊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所以要多介紹一點 要多介紹一點嗎 來自哪裡 台中人嗎 我是台中人 但是 基本上 沒有在台中 我現在 我是剛回來台灣 從哪裡回來 我從澳洲 所以是去 去打工 我一開始就去打工度假 後來變成去那裡工作 然後現在 想說回來台灣看看 那我才回來 現在已經一個月了 那 就是 目前看到 不知道台灣 有什麼發展性 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因為我媽介紹我說 這邊的年輕人的 思維速度很快 然後我媽跟不上 叫我來試試看 太酷了 所以你媽也是我們整五的 那個 餐廳整個 對 都會來 算是 是因為好像 他是說有一次 你們邀請他來這邊主持 哦 是誰 哪一場 你們不要客氣嘛 我們上次我們一下 嗯 主持 是哪一場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是聽他講 因為今天 我去找他聊天 他就說叫我來看看 好特別 我只聽到他這樣講 他就說 好 好 找他聊天 因為我和我媽媽沒有住一起 OK 好 那你改善在台中 這個生活嗎 就是接下來的生活 當然是 理想的話 當然是留在台灣 然後留在台中 試試看 好 那以後就可以常來的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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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沒有10秒鐘 沒有 你有這樣就比較持久嗎 大家好 我是漢陽 然後缺席了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有空 然後我在台中從事室內招秀 然後畢業於東海社會 好 謝謝 也是同學 大家好 我叫做室 然後 有發現在我前面幾位的話 很多都是東海的 其實我也是東海的 哇 我是 我是東海 我是多年 很多年以前 畢業於東海化的東西 然後因為 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跟我們 還滿有關係的 由於我在 念書的時候 其實這個問題就已經在 在學校很吵很久了 對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現在新的 同學們 學弟們有什麼意見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乾脆問一下 好 這邊是東海舉手一下 一口氣韌一下 好了 欸 都幾都在這裡 為什麼 怎麼這麼厲害 好 但是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李 大家好 我是家綺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因為我 朋友介紹在FBPM的訊息給我 我看了題目 覺得滿有趣的 所以就 跟她一起來 好 歡迎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余祖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 是因為就是 就是 我們從那個 課文畢業很久了 然後就是 那天看到那個 學妹 然後他們要 然後再上一些題目 就是覺得 滿有 興趣的這樣 所以就 過來 好 換你 所以這次 這一場有很多的 那個校友 就是校園 都還校園 會文校園 大家好 我是余晨 然後因為 哲武其實 平常就很多青年 那這次 連那個 講 魚灘症 都是青年 這樣子 然後最近在地上看到 新聞媒體都會去訪問一些 中生代的長輩 他們說 欸 你覺得這個看法 欸 你覺得青年做這件事情 看不到怎麼樣 好嗎 然後他們都會說 他們都會說 欸 不知道現在 那個 小孩子都在想什麼 欸 對 但是我就覺得 我就在電視機前面看 就說 那你不知道在想什麼 就去想 就去瞭解他們啊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對不同世代 就是要再去 就是 不了解 就是去想 去瞭解他們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Lisa 然後 我這種名字是佩儀 然後 就是 我也是台中兵啊 可是我覺得 練習的時候 好像除了 被禁煮很不爽之外 又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出我身邊有什麼問題 那所以 今天就是 就是對這些小朋友們 還蠻好奇 他們就是 發現問題的那個當下 就是 他們是怎麼去思維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 就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宇宙的金載佑 然後就是 之前我們學校有一個 嗯 學生自己創的鼓勵媒體 叫清醒 然後清醒 作為一個團體活動的時候 有給獎哲的陳雲學長 上過一些 培例的課程 然後 覺得很 很喜歡陳雲學長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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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作為一個台中長大的小孩 就是希望 就是 學了東西之後 可以回饋給自己的家鄉 這樣 太棒了 大家好 我是Haha 因為今天大家都很困氣 所以我想要這一點點時間來宣傳一下 就是這個禮拜天 6月8號 在草屋島那邊有一個 嗯 同志遊行隊 你剛剛說什麼 同志遊行 對 就是 簡單是因為在台中 這個同志遊行應該是 今年台中第三屆了 然後 6月8號下午3點 在奇美的 對面 開走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了解一下這個議題 或是去走一下他身體健康 也不錯 也不錯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提供棒的活動趣事 大家好 謝謝大家 這樣 這樣就沒了 OK嗎 大家好 我是小賴 然後我是 我有辦人就醫的朋友 所以我就來 因為第一次來 然後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我們先台中的 大家好 我是淑慧 我的戶籍還在彰化 現在是在台中工作 也算在台中落槍這樣子 然後二十年前 在台中念書 一定都爬得夠的感覺 然後 一直覺得 一直覺得說 台中 台中的靈性 然後對 對一些社會事情 好像 會有一種 相對比較冷漠的感覺 可是 回來台中之後會發現 好像也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很多靈性的 他們也有一些行動 有一些想法 這樣子 然後很高興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認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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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峰 這位是直鐘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宇宙的方琦 然後我們這一群是 學生多考思議員辯論會議 結證學思會 然後我們透過每個月一次的會議 做 就是定例題目做 那種議題討論 我們的主持大於說 希望可以有多方意見交流 我們並不是想要一個結論 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多了解 正反方的意見 分立場 然後目前參與的學校有 張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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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二中文化大理 文化新婦二中獎 希望可以有更多學校參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學思會文化負責人 比較承讀少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文化學生會員回憶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宗 張宗 我是文化高中學生 可以多講一遍 大家好 我是從真話來的眼光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行銷系的 我也叫孟慶珍 謝謝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嗎 第一次來嗎 那多介紹一點 對啊 就是念什麼的 然後怎麼會有興趣 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念行銷系 然後是朋友 就是介紹 然後叫我一起來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家榮 我是 我也是中興大學 然後我是 歷史系 大家好 我是喬伊 然後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然後來到這裡 都覺得自己變得很清楚 因為 我覺得好多高度生 他好這樣搶聲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從事設計產業 今天聽到這個幾部 那個女團者是有改變一種我們那個那個就是他那個介紹這樣那覺得還滿有興趣的想來聽看看 那就是一種的想法 那就是一種的想法 我是小豬老師 然後在這邊幫大家擦播一個新聞 就是在剛才的時候啊 香港的某一個示威團 有一位抗議團體 他們現在已經闖入香港立法院 並且佔領香港立法院 然後還會立法院 好我們這個替香港的朋友來談一下 就是他們現在只有五十個人在裡面 然後外面有一群人 還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就是 因為他們的體制 還有就是他們被介入的關係 所以就是他們的處境其實比我們危險非常多 那請就是大家持續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也幫香港的我們的同伴們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我是哲武志功劉樹葉 補充一下剛剛的消息 其實裡面有台灣學生 太棒了 大家好我是蘇芬 那最近在學習一些有關於大多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來聽大家的意見跟他們的說法 謝謝 嗯 大家好我是小吳 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也是就是 因為參加太陽花學運 好不容易找回自己國小的同學 所以的話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看完這個主題 然後所以才來參加 然後目前是沒有職業 但是之前是常事故意 然後剛旅行回來 然後就遇到太陽花學運 我就會很覺得好像自己對這一項目 這塊土地認識的人 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多 所以我想要藉由這個活動 就在這世界也講講這樣 嗯 好 那每個禮拜五都要來喔 大家好 我是像我們的老公 比較重點 然後我們也是 其實就是 一直以來都是 對社會有一點 我覺得其實有點冷博 就訓練他也有注意到可以學習 然後就有機會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薛建山 那我本來 我一開始 大概十年前 我是動靶環環環 就一個海營月就突然兩國軍 然後這幾年的版的活動呢 我就開始投入社會 然後從學運到現在 現在是在公共五年台中大集隊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都要在四年廣場去大集 他下個月的月中 他下個月的月中 會辦一個音樂 音樂會跟演講 或者是那個 蔡丁貝教授 一些比較有名的 像好修情那種 會過來辦一個大型活動 我也是第一次來哲學新紀錄 然後我想知道年輕世代的想法 因為我也是 我們年紀大他們很多 然後我想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如果也希望你們 拿出你們的行動力 來支持很多不民主不公不義的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哲武志工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三組講者都很厲害 因為我在念高中 在念大學的時候 可能連想很多事情都沒有想 然後有些東西我現在才在想 在觀察他們有進行在做 就是因為以前我高中 我也在一中那邊補習 但是好像會覺得 我覺得那個髒髒漏漏就是很正常 然後東海我一直覺得 它是一個很肥歷的學校 我都不知道它覺得是臭的 然後我在台北念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就是我要這時候回來 可能把以前我高中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能夠再跟政外土地做一些連結 那時候只想要離開 然後我還只是覺得說 媽媽會準備很好的飯菜 所以我真的很蠻好奇 就是他們今天這樣跟我們分享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次世代是有點不一樣 然後他其實會鼓勵到 像我們稍找他們一點點年紀的人 或是稍找他們比較多年紀的人 不是我 我是稍找一點年紀的人 然後就能夠一起為這塊舉例做一些什麼事情 謝謝 好那他也是這一場演講的始作俑者 最太了解的 那一旁邊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威仲 那我是彰化人 可是我住在台中很多年 我幼稚園還有國小 到四年級之前也是在台中讀 然後五六年級回到彰化人 因為反正工作的關係 可是國高中的時候 又回來台中念私立學校 然後後來雖然說大學之後 有到其他地方去念書 可是總歸 就是總和起來 到目前為止 我的歷史好像是在台中的時間最多的出份 所以我可能也跟 也算是台中在地的營養 因為其實幾個地方裡面 就是路線還是什麼 其實手也是在台中 雖然說最近還是在任務等 以前很多 我是剛回來台中這邊工作 雖然說很多以前小的時候 爸爸 就是都把他開車經過 可是現在還在重新的回應 那個路長 就是會走錯路 大家好 我是夕雲 然後我是高雄的 我是台中 可是我在台中念書 在台中工作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鄉主 我是中興大學學生 然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來主要思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台中曾經發生過事 同學是只有別的長話之類的 哈囉 我們是荷文高中的學生 然後這是我們都第一次來 然後不是我的團隊 然後這是我同學 對他不是 就是同學而已 然後同學有卡跟卡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太行學姐 那是荷文高中的 對很榮幸高中 遇到你 然後我叫楊秦文 就是等一下要指獎 然後這是第一次來 然後第一次就演講 有點緊張 然後等一下他全台要做 我就指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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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非常的活潑可愛 不要想逃脫啊 每一個人都要來講一下 十秒鐘很快就過去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人 高中來參加這個活動 謝謝 好 那個門口的 Duke 我叫李嘉祖 我是一天黑黑的旗 他年紀沒大 我年紀差不多一天做的 年紀大 我不是幾歲 所以我也要做旗 大家好我是耿毅 那我是台中人 然後今天就是有空回來 然後來替這兩張獎座 你去了哪裡 我去了 就從北部這樣一路流浪回來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Duke 是好辦的一個做辦企劃裡面的素語人團隊 然後我必須在那門口 不好意思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我要等一位貴賓 因為他 這位貴賓可能 待會跟你的主題很有相關 對 那你要不要多介紹一下什麼叫素語人 素語人 對 欸 素語人 就是聽見素在說話吧 我一個夥伴他 他們就這麼說 然後我們當初會取這個名字是 我們把素放在前面 雨 雨當動詞就告訴馬 那個一語雙關 素語人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團隊的活動 讓大家更了解素的意義 所以如果要認識你們有臉書嗎 社團嗎 有 有打素語人 有真的有 雨是語言的語 就素要補出 在告訴人們 對 很多東西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按讚認識一下 因為他們六月 後續應該有蠻多的活動 那也都蠻不錯的 對不起 那我拿個小鐘 謝謝 可以可以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在基山樓 有一場音樂會 我們進行策劃音樂會 基山樓 下午四點到六點 對 就是我們在一個天然的音樂廳裡面 就是用榕樹包起來的音樂廳裡面 舉辦一場音樂會 然後榕樹都有120年的歷史 然後地點就在新安 兒童公園 大家知道嗎 北屯的兒童公園 然後新安靠西安路那邊 然後有一個基山樓 然後基山樓 本身是一個 也是100公里的古蹟的 有古蹟跟老樹並存的一個環境裡面 地點不大 但是環境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希望透過那個 術法能夠讓 讓台灣市有展現它的城市美學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好了謝謝你 中間有一盤漏掉了 好 就是無往無縱 絕對會被發現 大家好我是軍偉 就這樣嗎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在淡華林念書 然後以前在淡華林念書的時候 就是在校內做過一個 算是 當大人都更認識花林的活動這樣子 然後今天開會就是有一些 那個題目嘛 在地時間很炸的 所以希望這邊 聽到更多的 其他時間的一些 內容跟分享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一行 然後 禮拜五明老師就會來哲我 然後我打個廣告 6月10號 大家好 在新竹市文化園一廳 我們的俚科合唱團 有辦演唱會 就是兩岸那個 合唱音樂交流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聽我們唱歌 謝謝 好 好 我們請要收錢 我們年底要辦13年唱會 再辦你們募款 再給你們募款 好 大家好 我是傅伯勳 然後 他們也叫我FREE 就好 然後 我呃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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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曾經念過東海 然後 為什麼會來 對 曾經念過 然後 為什麼會來這次 就是每個禮拜來 然後 感覺比較熱血這樣 不然的話 就 感覺有點乖乖的這樣 然後 呃 其實我也是今天來才知道 今天的那個主題是什麼 然後讓我想到 我之前曾經參加過一個 呃 非力團體 它叫做 Design for Chang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就是透過 呃 感受 執行 然後 呃 感受思考執行 跟分享的一個階段 然後去解決身邊的一些問題 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 歡迎中學以下的 孩童們 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它是對小朋友的 來 就是 高中 高中可以 高中可以 然後 對對對 好 謝謝各位 欸大家好 我叫阿順 然後 因為我這次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經由熱血的朋友介紹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台灣人 想說 就要多了解一些 在地的事情 所以 想說就 來聽你大家的意見 然後看看 現在社會 你在想什麼 謝謝 啊 你熱血的朋友呢 在旁邊 好 我想說 會不會不負責任 就自己沒來 請介紹 大家好 我叫施龍 那我是高雄 人現在在同行工作 好 那 反白 這邊 這邊 大家好 我叫曾保羅 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來 來聽聽的 不是 我不是每一次都來 但 因為有時候我都會不在 謝謝 好 沒關係 只要有空大家 就禮拜五多來 也不用關主題是什麼 一定都精彩的 還有人 還有 還有漏網之語嗎 還有漏網之語 快 檢舉他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嗨大家好 我是欣宜 然後 就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主題很棒 因為 就是其實我們大概 就是可能 學生吧 就是在學校會受到很多 主 就是老師的 或就是校長的那種 阻擋 就是如果你想要辦活動 或者是發什麼宣傳單 就是可能自發性想要 然後讓旁邊的同學 可能去瞭解到社會議題 是蠻困難的 然後 就是想說可以聽聽看大家的 就是帶大家的分享 謝謝 沒有嗎 沒有 好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楊總理 然後 我也是哲學進行舞的志工 那其實這個 台中的哲舞 我們從音樂 一直RUNRUNRUN 然後現在也快半年了 那 很不簡單 因為其實 其實一開始我是在 我的工作是在 NGO工作 所以專門做社會運動的報名 那 就是 可是我過去長期 在投入台灣社會運動過程裡面 其實也發現到 一個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是那個FACE聯盟的 然後 你知道 我們做FACE的時間 推動工作 就常常會遇到 比如說 躺著你重槍的狀況 人家就叫我們說 要 欸 你們要跟社會對話 對不對 然後可是政府都不跟人民對話 可是都叫FACE聯盟 要去跟人家對話 對不對 那 所以 其實我們會發覺在做運動的時候 的確我們也覺得說 社會對話很重要 那我覺得說 哲學進行舞它就是很好的一個 公共的 論壇的平台 那我們透過這樣一個 產業空間 透過哲學進行舞的運作 那我們可以把各種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公共性的議題 帶到 一般人的生活裡面 那在一般人的生活裡面呢 你可以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 很尖銳的 很 就是 爭議性的 很政治的 這些議題都可以把它 納入來討論 那當然 包含我們今天要討論 青年的一個行動的可憐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青年的世代其實是 不斷 就是有很多的創意在 各式各樣社會改造的一個行動上面 包含我們前一陣子看到 大家覺得說 318這個佔領國會 怎麼一瞬間 引起那麼多人的關注 那我覺得其實說 不只是這種全國性的議題 包含我們在在地 那我們要開始去發掘 你看我們今天邀請來 都是我們很在地的 他們透過他們不同的行動 不管是他們高中生也好 大學生也好 然後透過這些行動 然後可能嘗試的 為我們在這個社區裡面 做出一些改變 我覺得從很多的行動跟改變 其實就是我們從身邊 生活開始做起 我常常講都是生活的政治 就是說政治這種東西 你要從生活當中開始去發掘 那有一些比較遙遠的東西 我們一樣要關注 一樣要行動 可是很多事情 可以從你身邊 就開始去關注行動 那所以今天非常感謝 這三組的同學 願意給我們這學信 其實太重要的這個機會 好 謝謝 那我好像還沒有介紹 對 我家有小紅帽 那我是國中國文老師 那今天來 就是為了我的男生來 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今天來是因為我覺得 自己在教書啊 那教書到底是要幹嘛 就是要培養公民嗎 那我是覺得也很慚愧 我覺得好像自己也是在 近幾年才開始真的去 努力做好一個公民 這樣子的角色 那才比較去關心這個社會 然後有一點點的行動 所以很佩服這個 年輕人 然後高中啊 大學他們就已經 這麼積極 然後這麼有激的想法跟行動 所以當然就要來聽聽看 然後也想要知道他們 怎麼樣污辱歧途的 哈哈 沒有 早上二來八字 就是怎麼樣 這個開始這樣子的 接觸跟想法 那也許我就可以 對 以後再栽培我的學生的時候 就這樣 在教導學生之後 也可以這樣就是誤打他們 就這樣 好 那這樣 接下來 我就請一樣介紹一下 謝謝